一星救援 上 贝拉得知加罗是自己姐姐的儿子 小心超人和阿奇合力帮助碎片星 脱离了隔壁星球引力的危机 却收到了未知信息 你是 贝拉 对 你是小心超人吧 我知道你 你知道我 欢迎大家来到本次拍卖会 本次拍卖的是一块古仪计时碑 碎片 这块碎片是一位收藏家在太空偶然见到 起拍价一千 老板 是这块吗 五千 这位朋友出价五千 还要更干的吗 一万 三万 五万 老板 我们还出价吗 五万第一次 五万第二次 五万第三次 成 十万 哇 哇 这位竞拍者直接叫价十万 看来非常想要的这块古石碑 不知道 我们另一位竞拍者要不要再加价呢 糊了 公共场合请把手机调至静音 姐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 珈罗黑化的原因的 老板 您要的东西我拍来了 小心 这个东西散发的能量能令人发狂 果然跟珈罗体内的黑暗力量类似 看来只要找到这个东西的来源 就能查清楚 珈罗体内的黑暗能量到底是什么了 事情就是这样 您是宇宙历史中无所不知的机械智者 希望您能帮助我找到这个东西的来源 这块古遗迹碎片上附着微弱的能量 这股能量残存微弱的意识 兴盛欲望之人会吸引这股能量的侵蚀 从而被占据身体 而且能量侵蚀的越久 被侵蚀者的意识就会越弱 到最后意识消失变成傀儡 那珈罗他 根据符号匹备出的结果 这是塔布特星球的符号 塔布特星球 加罗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清除你体内的黑暗力量的 警告气流异常 飞船受干扰严重 将紧急破甲 飞行系统损坏 定位系统损坏 武器系统损坏 自动修复中 糟糕 飞船降落的时候探测器受损 能源不足 只能先用飞船的能源代替了 飞船已无能源 这么大的地方 看来要花些时间了 看来是重力触发机关 需要一定的重量才能启动 收紧 添随 太好了 果然是这里 这上面记载的东西 一定跟加罗体内的黑暗能量有关 王阵陆陆章 怪兽 先逃出这里再说 这是哪儿 看来只能从上面出去了 探测包的抓钩长度不够 看来是出不去了 我不禁救不了加罗 连自己都被困在这里了 我真是失败 我不能放弃 我答应姐姐要照顾好加罗的 只能试一试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四季 二� 三 三 二 二 四 二 二 诇 二 二 三 二 能源不足 无法启动 我把能源全部都放到探测包了 现在该怎么办 不行 为了加罗 我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 再找人拿回探测器 破解加罗体内黑暗力量的秘密 我在坐标4313的塔布特星球 飞船没有能源 请求附近飞船救援 我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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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